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MPSP MPSP他到今天 台市没有宣布股息 也就是在财政年2023年 台市没有公布任何股息 根据传统呢 他应该是会在这个月公布的 但是今天还是没有 我个人认为呢 他应该会有公布的 因为毕竟呢 他是这个EPF EPF是他的大股东 EPF也要有股息 来派这个dividend给他的这个会员 所以我认为可能这几天 应该会有消息 我觉得他的股息 应该也不会令人失望 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会不会过几天就知道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图表 可以看到呢 他的图表其实是蛮漂亮的 他在星期五时候收盘价是0.785 这个0.785 还是处于所有的筹码主力线上面 还是处于这个200金金金线 处于这个poc上面 形式还是不错的 可以看到我这边画了一个图 他在去年3月的时候呢 然后呢 就上涨了拉上来 然后呢 现在呢 就在这个曲里面形成一个双递吧 的形态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类似VCP的形态 上涨之后 靠近顶部盘整的超过 6个月 形成这个很凶厚的筹码风 如果它有机会突破这个颈线 这条线 之前突破了哈 但是又回来 又再破 现在再 回测这个支撑线 再次的站上去 0.79 再往上去 这个区 0.79到0.82 之间 我觉得 它应该有一波的行情 这个图形呢 是一个 Continue Continue 这个Battern 上升的这个趋势 就是这样子 上来 然后这边 再突破 不要上去 这个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它现在是处于这个位置 有机会 突破0.79到0.82 这个区呢 它是蛮有机会 上一波行情上去的 这个呢 应该也是会很快知道的 如果它真的是在这几天公布它的这个股息 股息 又很不错的话 这个就配合这个图形 飙上去的就会是很高的 而我个人认为 股息肯定会有 但是 是不是很令人 surprise啊 这个我就不是很肯定 这个就是我对MBSP的一些看法 股息我是认为有 图形也是不错 剩下等待突破罢了 突破这个的话 又一波行情 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败建议 如果你也是想免费的加入我的VIP小组 免费的学习 这些技巧的话 免费的学习基本面 分析 免费的使用这些筹码主力线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留言区了解详情 现在是免费了 过后呢 应该就没有免费了 这几天 我们就会知道 他有没有机会突破上去 突破0.79 0.80 这个位置 是马路讯号 谢谢大家 。 10 准备 10 9 10 1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